對軍隊主要領導動手 習近平或有大動作 全陸眾全會議定伸接班人制度 習近平相中五人選 馬薩拉帝罪嫁女身份曝光 公安領導於威隱關注 台灣2021年國防報告 中共欲不戰奪台 張展狀況受關注 美國呼籲將其釋放 近期習近平利用中共在軍隊中的監督系統 對軍方高層進行嚴格管控 中共中央軍委更印發了 關於加強對主要領導和黨委班子監督的意見 軍方宣稱這是 聚焦對主要領導和黨委班子監督制定的首個專門文件 11月8日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召開第一日 中共軍方喉舌《解放軍部》刊登評論文章 以強有力舉措管好管嚴 關鍵少數 軍部評論認為 對於軍隊中的所謂主要領導是關鍵少數中的關鍵 強調要抓得緊而猶緊 管得嚴而猶嚴 要將對主要領導監督作為重中之重 對主要領導要開展日常監督 巡視巡察等等 從中共軍方這些表述可以看出 對於這些軍隊主要領導的監督是如此嚴格而不留情面 令人懷疑中共軍隊高層中是不是出現了什麼問題 此前一天 《人民日報》在其頭版同樣發表評論員文章 推動人民軍隊實現整體性革命性重塑 顯示習近平對軍隊採取大動作 文章中的一段說話內人尋味 習近平發問 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 我們這支軍隊能不能夠始終堅持著黨的絕對領導 能不能夠拉得上去打成仗 各級指揮員能不能夠帶兵打仗指揮打仗 《人民日報》指這是人民軍隊必須回答的時代購問 這段說其實內陷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習近平最擔心的問題 同時也是他要對軍隊進行大整縮的根本原因 在關鍵時刻 軍隊能否聽從習近平本人指揮 10月22日 中共中央黨校機關部《學習時報》 而假如在治安策中所稱 亂之最大隱患在諸侯 強調軍藥神強的顛倒關係是看失的心腹大患 如不加緊自理 馬上就會天下大亂來暗喻中共當今政壇 發出應該削弱諸侯 維護所謂的中央領導的至高權威的信號 說他可以解釋習近平為什麼要對地方 軍中的國路諸侯 抓得緊而又緊 管得嫌而又嫌 分析認為 通過治安策 可以看出中共政壇 重重刻幕之下 處處暗流洶湧 震天馬屁性眾 個個心懷鬼胎 習近平嚴管削弱國路諸侯 必然會觸及其根本利益 引發深層矛盾 習近平向國路諸侯開刀 後者是否會安心被削權 雙方的內鬥結果如何 讓我們拭目以待 為期四天的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 昨天起在北京開幕 這次會議被認為將擴納習近平的歷史地位 還讓他的公職以便其打破慣例 在明年二十大後繼續連任 新加坡《海峽時報》引述中共內部消息指 習近平準備在會上確定新的接班人制度 《海峽時報》11月8日刊發題為 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正在考慮 新的繼任制度以挑選繼承人 文章中說 知情人士透露 中共歷來出現的政治不穩定因素 都與接班人有關 習近平打破了舊的繼任制度 他將建立一個新的繼承制度 來解決接班人危機 報導引述一位匿名中共黨內人士的消息 對習近平來說 舊的繼任制度是不合理的 他不願意給已經95歲的江澤民 或將滿78歲的胡錦濤 來決定自己的繼任者 目前中共領導人已經秘密敲定了一個政治繼任框架 據說將在二十大前確定 儘管到時候可能不會對外公佈 根據習近平初步確定的框架 他可能不會只是指定一個繼承人 而是在春年二十大提拔多個下一代領導層進入常委會 測試他們的忠誠度和政治敏感度 報導還點名五個可能被習近平相中的人選 他們分別是中共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 中共中辦主任丁薛祥 中共副總理胡春華 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李強 以及廣東省委書記李希 目前中共黨內博弈進入最關鍵時刻 不排除上述消息有派系在放風的可能 法廣引述《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的分析 習近平能否順利連任 目前仍有原念 女美政治學者黃君圖對法廣表示 你可以說沒有原念 他就一直獨裁下去 這是毫無疑問的 但另一方面 又有很大的原念 因為這種體制下 獨裁者要被推翻的政變都是突發事件 是事先想不到、看不到的 能看見的部分都被獨裁者事先採取措施消滅了 而且事先看這個事件發生的概率很小 但獨裁者在歷史上被推翻的又很多 事後看 這個又是個大概率事件 所以獨裁者很不安全的原因在此 江西南昌駕駛馬沙拉帝的追姦女事件持續發酵 她的真實身份被曝光 大陸搜狐網11月8日披露 該女子名叫孫華 三十多歲 山東人 至今未婚 她此前是一名空姐 江西銀行專門招來做公關的 孫華的銀行業務並不精通 上年掛者高新區支行行長助理 網上還傳出多張孫華的照片 她曾多次在銀行公開活動中露面 11月6日晚 江西南昌夜間駕駛直播時 孫華駕駛一架白色的馬沙拉帝被攔截 她一度拒絕配合檢測 17分鐘吹了66次都沒有成功 網上曝光的直播視像顯示 孫華被截查後並不顯得慌亂 反而一再對交警說 叫於威過來 並試圖用手機打電話 一名交警阻止她打電話 並警告說 這是傳網直播 叫誰都無用 全人民在這裡看著你 說出任何人的名字都是害她 但孫華仍多次喊出於威的名字 並輕描淡寫說叫她過來 報導說 孫華出事之後 第一反應不是承認自己的錯誤 也不是解釋原由 而是打電話叫人 顯然在她的認識中 沒有什麼事是不能靠外力和特權擺平的 網友猜測 喻威應該是當地公安系統 某個級別的領導 據百度百科顯示 江蘇省南昌東湖區政府副區長 區公安分局長名叫余偉 1968年11月出生 江西南昌人 還有網友爆料 余偉2014年曾被公眾舉報 他在擔任緝毒支隊長期間 勾結南昌市四大惡勢力 被重大制犯毒集團衝當保護傘 至於他最終有沒有被調查 不得而知 九派新聞 11月8日報導說 南昌市公安局東湖分局工作人員否認 孫華與余偉有關係 但網友質疑南昌市公安局在此有意退脫 要查到余偉的身份其實很簡單 新浪網友留言說 第一 看看他手機通訊錄裏面有沒有叫余偉的 第二 查一下他車以前的遺章是怎樣消除的 總是喜歡看評論說 要查是肯定隨時能夠查出 但是不會去輕易報導出來 據美國之音報導 台灣國防部11月9日發表2021年國防部告書 披露中共在過去一年內 派遣高達554架次軍機 侵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 國防資源與產業研究所所長蘇紫雲指出 該區域每年有170萬架次的民航機 相當於搭載5億人次的城下 在此區域飛行往返 共機擾台和在台灣周邊水域的頻繁軍事演習 已經嚴重威脅亞太區的飛航安全 除了常態化的武嚇 該報告書也手道增列張誌 蟬術中共操作灰色地帶戰略 企圖用非軍事手段的威脅來改變或挑戰兩岸現狀 以實現不戰奪台 該報告指出 中共近年積極提升網絡作戰能力 平時以懲守及竊取資料為主 掌握關鍵節點 建立攻擊清單 戰時就能破壞攻擊台灣的關鍵基礎建設和指管系統 以癱瘓軍警的防備、治安和政府的運作能力等 根據該報告的統計 2019年至2021年8月間 台灣民網防護設備偵測到異常次數達14億餘次 若台灣國防部未及時防護 恐嚴變為嚴重的核侵行為 該報告說 在營治作戰上 中共以影響敵軍心理意志和改變思維為目標 發動對台深戰以削弱軍民擴敵和防衛決心 並奪取輿論主導權 散佈大量迅速產生可多元管道傳播 鎮危混淆的假信性內容 此類作戰的場域在網絡空間 完全不受時空限制 蘇紫雲說 《面對中共的灰色地帶威脅》 《台灣可以採取對應的灰色阻嚇來反制》 在不開戰的大原則下 《台灣要盡力劃清底線》 並明確宣告只要中共跨越底線 《台灣必定做出最嚴謹的防衛行為》 展現出不怕衝突的態度 蘇紫雲認為 美國近年對台軍售頻率增加 美國軍艦也幾乎每個月都會高調宣佈通過台灣海峽 而台灣總統蔡英文日前接受CNN採訪時 也證實美軍在台協訓台灣軍隊 這個都是美國版的灰色阻嚇 因報導武漢封城疫情 而被當局判刑4年的公民記者張展 近期生命隨危 引發全球關注 11月8日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在例行媒體簡報時 對張展健康狀況不斷惡化表達深切擔憂 他表示 在張展上年12月遭到判刑後 美國與其他外交使團 一再對他被任意居留 與居留期間的虐待 表示嚴正關切 美國再次呼籲中共立正無條件釋放張展 並呼籲北京尊重新聞自由 與人民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 在中國民間 一些民眾自發組織聲援張展 卻被限制人身自由 據《民生觀察網》報導 河南商有市民史慶梅用真名聲援張展 據傳他已被當地警方帶走 目前下落不明 山東組裝訪問李玉近日發布了救救張展的推文 而他本人的微信朋友圈定格在上個月底 當時有地方駐京辦的工作人員聯絡他 隨後他就一直處於失聯狀態 此外 中國維權律師借讓近日計劃前往上海 探望張展的母親已經訂好機票卻被無理阻撓 警方上門警告無果後 就在他的健康碼上做手腳 令他無法登機 同樣因揭露武漢疫情 而被當局打壓的公民記者陳秋實 11月3日發推說 我原本想這兩年 儲點錢給張展的家人 但知情的律師說我知 張展的家境多好 並不缺錢 只是他的身體最近更加糟糕 雖符合保外就醫條件 但律師卻無能為力 我在杭州參加拳擊訓練營 房間對門就住了警察 拳館門口每天都有警察蹲手 我真心希望他能得到人性的關照 如果他有了生命危險 我們都是罪人 MING PAO CANADA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14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